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动作还真快啊 那是 太后老婆也可高兴了 好啊 他们一个个都春风得意的 我一个废人 去添什么晦气 贝勒爷 您这是喝多了 咱快进屋歇会儿吧 没喝多了 阿尔 咱们这次大难不死 是不是有啥好事等着咱们 大哥 你也是 你 咱们这日子现在是过一天才算一天 这 这有啥好事这 大掌柜让咱们先离开京城避避风头 可是给他这点银子啊 也跑不了多远啊 眼下这帮弟兄吃吃喝喝也要花小 我想咱还得琢磨点沙虎 再干他一票 大哥 我看呢咱们还是踏踏实实的 找个地儿瞇着吧 这大掌柜不是说吗 无论如何这个时候 咱不能惹事了 这怎么能叫惹事呢 咱是想要干点事 你呀 就是成不了大气候 你说说 咱要是不干点啥事 那也对不起咱这家伙 这大掌柜 要是早给咱配上这玩意儿 那该多带劲啊 这倒是 有了这玩意儿 这这什么武林高手也不怕啊 这就算是大内侍卫 这也架不住咱这一冲子啊 老二 这是到了什么地点了 应该到了东陵了吧 老二 要不咱先让东陵看看 说不定 那大好事就在东陵等着咱们 我看行 兄弟们 走 走 我的爷 您这又是喝多了 哎哟 您说您 这一天到晚的这么喝 什么人能受得了啊 您先歇会儿 奴才啊 给您倒杯水喝去 贝勒爷 贝勒爷 嘘 您让个什么 出什么事儿了 贝勒爷 东陵北面发现小谷匪患 什么 有土匪啊 这帮不知死的东西 敢来东陵撒野 给我备马 是 贝勒爷 小谷子也去 好 走 驾 声音 声音 手 小谷子也 欣哥 弄不了 这儿不是没兵把手吗 回回回回 盖哥 看还是算了吧 打正了 打正了 卫勒爷 小乌子 老二 我好像打中了一个 小武则 大哥 大哥 赶紧跑吧 以后手里面的兵来就拿到了 兄弟们 走啊 快点 快点 好了 没事了 疼死了 瞧你这出息 嚷什么嚷又死不了 好了 小武子 子弹给你取出来了 你就好好休息吧 贝勒爷 奴才这也回不去了 这怎么给老佛爷回话啊 放心吧 我会派人禀告老佛爷 你就安心养伤 小心点啊 贝勒爷 奴才这伤还能好吗 没事 你呢 睡一觉 醒来以后就没那么疼了 贝勒爷 奴才害怕 万一这一觉要是睡过去了 再也醒不过来可怎么办呀 你瞎想什么呢 安心睡吧 我在这儿守着你 放心吧 贝勒爷 您可别走 您得一直陪着奴才 不走 不走 睡吧 睡吧 你休息 你不要乱 你带这么多地 WILLIAM AND Thank you sequest 흥 一只��.' 吴远 东华门至舞龙亭 像板铁路开工庆典 来 现在开始 祝换你 董哥 以后还有更多工作 需要仰仗正工程师和工先生 一定尽力 共同努力 哎哟 小李子 这今天铁路开工可真是个大喜事人 你说是不是 是啊 太后 今天就是一个大喜事啊 今年刚开春的时候 奴才还对太后说过呀 刚开始的时候不太顺 但是 接下来 会越来越顺啊 您看 今天的场面 是多么的隆重啊 咱们大清国 在太后的治理之下 一定会越来越富强 老百姓会非常的太平的 嗯 真要像你说的这样就好了 要想真正富起来啊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就像咱们这个修铁路吧 今天才刚刚开工 等要修好了 那日子还长着呢 太后说的也是啊 太后您歇息一下 奴才去煮一碗米子粥 嗯 哪弄来的呀 回太后啊 是奴才从老家带回来的 奴才的娘知道太后喜欢喝米子粥 就让奴才背了一袋子回来 那小李子 那挂朝珠给你娘了吗 哎呀 回太后啊 您不提奴才还忘了 奴才的娘要奴才 谢谢太后恩赐 谢谢太后恩赐 起来吧 奴兵太后 这是尊华贤领 送的这子 嗯 小李子 念给我听听 哎 那弄才高腿 嗯 启禀皇太后皇上 近日流窜 在我县境内的小姑匪患 在我们严厉打击之下 所胜不及 前天又被七贝勒爷击毙两人 特此禀报皇太后及皇上 敬祝皇太后吉祥万寿无疆 敬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嗯 好啊 嗯 我还一直担心 这七贝勒因为皇海战败而消沉 看来我是多心了 嗯 也不知道七贝勒他怎么样了 哎 小五子回来没有啊 哎 回太后奴才忘了 小五子在东林受伤了 嗯 上得严重了 太后别着急 小五子还好 休养几天就行了 嗯 小李子 哎 让皇上传道指 浊七贝勒 尊化县令 合力围剿 所胜匪患 一日不可松懈 这 快去吧 嗯 哎呀 哎呀皇上别写了 去休息一会儿吧 皇上 那把这写完 哎呀 皇上去休息一会儿吧 哎 走 哎呀 哎呀 皇上 您天天这么操劳 淳妻看着 冠心疼的 好 坐 坐 皇上 今天铁路开工 您怎么也不去看看十三姐姐呀 太后不是说了吗 等铁路完工了呀 和她一起去 您啊 永远只能在太后的语意之下 就连说句话 也要看她的眼色 又来了 这儿 哪儿来的银票啊 皇上 您也知道的 那臣妾手头上挤 这个啊 是今天哥哥给我送过来的 你呀 什么都好 就是一桩不好 花钱呀 太普章了 浓郁在这一点上啊 就比你强 皇上 那皇后的利盈 本来就比陈妻儿多多了 皇后一年利盈密千两 莫财三百两 能跟她比 朕说你 应该耍嘴皮子 对了 正儿 你去告诉你哥哥一声 安慰剧尚书的事 还没完 太后今天问我 追查得怎么样了 朕只能敷衍一声 说孩儿正在追查 这太后究竟想怎么样啊 难道安大人说的话 就不是实话吗 这黄海战败 就是跟她有关系 朕儿 朕上次都跟您说过 老后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这万一传出去 朕恐怕都保不住你 皇上 陈妻知道 这不就是跟您说说吗 哪敢到外面说呀 知道就好 朕哪 担心你这张罪 皇上放心吧 快来呀十三 快给我讲讲 这开宫庆典怎么样啊 干劲十足 那些民工们都特别积极 是吗 那些老百姓啊 都等着看咱们大清国 第一条铁路呢 好消息呀 可真是个好消息呀 十三哪 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刚才又有折子递上来 说小七在东陵啊 打死了两个土匪的 太后 七哥她酒精沙场 打死两个土匪 又算什么呢 我知道 打死两个土匪 那不算什么 可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小七她 重新恢复了斗志 你知不知道 我是高兴这个 太后 要这么想 真是个好消息 明儿啊 我得让小李子 去尊华传我的口语 有没有什么话 要转达呀 我不用她转达 我知道你烦她 穿个口信总该可以吧 太后 这什么话 从她嘴里传出来 都会变味的 行行行 我依你 什么都依你 赶紧回去洗个澡歇会儿 晚上跟我一起用膳 那我走了 快去吧 来来来来 敬贝勒爷 贝勒爷 贝勒爷 这一杯 是下官代表 曾华县的父老乡亲 敬贝勒爷的 好 好 这一杯我干了 干 大家陪贝勒爷一起干 来 一起干 来干 我 我喝不下去了 你们接着喝 你们接着我喝 嗯 还有 没有 维神 拉 走 但是ை勒爷 对他 他敢 relates 十日的 以后办事 等会儿过去再敬贝勒爷几杯 这 贝勒爷 小的仰慕您已久了 请受小的再敬您一杯 您一定得干喽 得一定得干喽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喝不动了 你这不是逼我吗 贝勒爷 就此一杯 就此一杯 您若不干了这杯 小的这脸面往哪搁呀 好 就此一杯 就此一杯 干 来 干 干 干 我 你 你 你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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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小女子记住了 我先走了 小女子 大人 事情办好了 办妥了 丁湘姑娘会把她伺候得好好的 等明天一亮贝勒也醒了 她一定会夸奖您会办事情 这叫啊 此一时必一时 以后 咱们可不能再曼代贝勒也拉 喳 你 你 你是什么人 贝勒爷 小女名叫丁香 是县老爷让小女来伺候你的 穿上衣服 给我滚 小女不是你想的那种轻薄之人 如果您不嫌弃 小女愿意当牛做马 伺候贝勒爷 你我素不相识就甘心释放 还说不是轻薄之人 我生平最讨厌你这样的青楼女子 你给我快滚 贝勒爷 小女不是青楼女子 那你是什么人 小女是梁家女子 小女从小死了母亲 和父亲相依为命 靠脉肠为胜 可就在上个月 父亲已病不起 又没有切脉药医治 不休就离开人世了 那后来呢 你卖身葬妇进了青楼 不是 小女是卖身葬妇了 可是没有卖身进青楼 而是卖身给一个大户人家 做了婢女 昨天县令老爷把小女输出来 说你孤单一人 要小女伺候你 怎么能这样 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去把吴仙灵叫来 贝勒爷 求您开恩 把小女留在您身边 当牛做马 小女都心甘情愿 你不去是吧 我去 贝勒爷 贝勒爷 小女求您了 只求贝勒爷能够留下小女 做你的侍女 您开心吗 好吧 你们俩干得好事 叫我以后怎么做人 贝勒爷息怒 容下官解释 不要跟我解释 跳进黄河 我也洗不清了 贝勒爷 这事要怪就怪小的 跟县令大人没有关系 没关系 我这在哪 不在她的府上吗 跟下官有关系 有关系 是下官出的主意 如果贝勒爷您不接受那小女子 下官可以把她送回去 你买的姑娘花了多少两银子 一千两银子 这一千两银子我出了 那姑娘我留下了 但不是做妾 我收她做个使女 贝勒爷 您真是菩萨心肠 不过下官多少有些惋惜 您一直是孤单一人 应该纳个妾了 是啊 贝勒爷 您是该纳个妾了 这个小女子 不许再提妾这个字 这 报 贝勒爷 县令老爷 宫里头来人了 说是要传达太后旨意 准备接纸 接纸 这 七贝勒爷 尊华县令 听纸 太后玉子 着七贝勒爷 尊华县令 合力围剿 所胜毁饭 不可一日松懈 接纸 太后吉祥 万寿无疆 奴才 叩见 齐贝勒爷 给齐贝勒爷 请安 起来吧 谢 齐贝勒爷 齐贝勒爷 奴才这次除了带来 太后的玉子之外 太后还要奴才带来 两盘同圣经玉酒 赐给齐贝勒爷 表示慰问 谢太后恩赐 谢 谢太后恩赐 大总管 大总管 一路辛苦了 请先到屋内用茶 下官准备晚宴 为大总管接风 卢大人 您太客气了 这奴才能看到 齐贝勒爷平安 奴才就非常地高兴了 贝勒爷 您看 下去吧 这 住 住 来 齐贝勒爷呀 这奴才还带来了 一件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太后托奴才传来十三哥哥的口信 十三哥哥向你表示祝贺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消息 齐贝勒爷呀 这怎么不是好消息呢 表示这十三哥哥的心里头 大总管 铁路开工了 进展还顺利吗 那当然顺啊 有太后跟皇上支持 怎么能不顺啊 那铁路开空当天啊 那个鞭炮锣鼓喧天 京城闹得是沸沸扬扬的 都说十三哥哥修铁路修得好啊 好 齐贝勒爷 这奴才没看到小五子 他在东岭 齐贝勒爷 奴才想去齐贝勒爷的住处 看看小五子 小五子从来没离开过宫中 他给齐贝勒爷添麻烦了 是奴才盖使 奴才管教不当 好 小五子 小五子 师父 师父 躺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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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来开你了 别哭 那齐贝勒爷跟师父说了 你这伤养几天就好了 你看啊 那吴贤林跟賴师爷都来了 小五公公 你 你好点都没有 谢谢吴贤令 大村管 真是名师出高徒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 哎呀什么英雄啊 他是我们这里面最差的呢 哎哎哎哎 师父 哎 喂 小五子给师父丢人了 小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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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干什么呀 你别难过嘛 你放心 好好在这儿养伤 等师父回去以后呢 我一定跟他拖劳 又怎么了 冲油了 冲油了 有没有事啊 没事 没水忙啊 放心 一定继你一功 吐 吐笛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到底是伤到哪儿了 这儿 对不起啊 坐吧 谢谢贝勒爷 吴县令 赖师爷 你们俩一块儿坐吧 谢谢贝勒爷 把太后赏赐的那坛 同胜金玉酒拿上来 酒香铺鼻 好酒 酒香铺鼻 酒香铺鼻 好酒 贝勒爷 你果然是祸呀 但是 贝勒爷您知道 这玉酒的来历吗 那你们二位知道吗 请大总管 赐教 那贝勒爷 我就说说了 说吧 这酒啊 把嘉庆六年到现在 已经九十年历史了 是锦州城委 满人显贵高斯林 他所创办的 他所用的烧锅 是有容调的 属黄蜂烧锅 他是用满族传统工艺 专门用黄氏酿造贡酒的 他所酿出来的贡酒啊 被尊称为 宫廷宴酒 能得到这样赏识啊 不是一般人啊 恭喜贝勒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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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总管 这真是好记下来 连这个酒的年份 和铲子哪里 都记得一清二楚 哎哟 贝勒爷啊 奴才别的不敢催啊 来自于全国的贡品 那奴才的脑袋 是一清二楚 你比方说 玉器吧 来自于新疆的 就有伊犁玉 贺天玉 还有美酒玉 还有广东的信义玉 又称为南玉 还有辽宁的秀妍玉 陕西的玉川玉 河南的秘义玉 得得得 大总管 今天咱不说这个 奴才又多嘴了 来 把酒给我满上 酒香纯正 不愧为玉酒 好酒 好酒啊 好酒 嗯 小的也想喝一杯啊 来来来 大伙 一起喝 哎 满上 满上 哎呀 七杯的爷啊 就到这儿了 不要再送奴才了 好吧 李总管 那我就不远送了 师父 您一路上多加小心 土地就不远送了 哎 小伍子啊 你千万要记住 师父说的话啊 你在这儿把这个商养好 哎呦 如果你没事的时候 多跟七杯的爷说说话呀 嗯 嗯 土地记住了师父 嗯 您放心吧 哎 那七杯 小伍子 小六子啊 你们到后头去 那师父 有几句话 想要跟七杯的爷说 那过去 去吧 那七杯的爷啊 奴才都忘了 您说这个十三哥哥 他有传口信给您 那您 是不是也传个口信 给十三哥哥呢 哦 还传什么呀 人家如今 不仅是太后的婚人 还是皇上身边的婚人 正干着轰轰烈烈的大事 我算了什么呀 我算了什么呀 每天在这儿 守守灵园 白天看看太阳 晚上看看月亮 醉生梦死 这日子一天一天地混着过 不传了 不传了 真是强大的 还真是强大的 还真是强大的哈 废话 啥感觉 疼呗 祁贝勒爷 您不能说这样的话呀 你得振作呀 您看看那个太后 还表扬你啊 十三哥哥也传口信给您啊 一奴才看啊 您要不了多久啊 您就会调回北京高升的 您还是前程式井的啊 齐贝勒爷啊 好了 李总管 您就别安慰我了 赶紧上路吧 回去以后 替我向太后请安 齐贝勒爷啊 您真的不想传口信 给十三哥哥吗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少路吧 奴才上路 那奴才告退了 好 小五子 小六子啊 师父 你乱着点师父吧 师父 您一定要保重好身体 也别管师父了 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还有齐贝勒爷 徒弟知道了 师父 好 六子 你一定要照顾好师父 五哥 你放心吧 回去 好 你们 过去 过去 好 走 师父 你保重身体 师父 您可要保重身体 小五子 我叫丁香 贝勒爷让我来照顾你的 贝勒爷让你来照顾我 你从哪儿来呀 我从县里来 是吴县令让我来照顾贝勒爷的 吴县令让你来照顾贝勒爷 那您是贝勒爷的 您是宫里的太监 不 应该称呼为公公 对吧 反正都一样 都是伺候主子的奴才 我们这些做奴才的呀 哪敢让别人来照顾我 我这儿没事 您呢 该干嘛干嘛去吧 伺候你的贝勒爷去吧 小五子公公 那这茶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我这儿没事 您呢 该干嘛干嘛去吧 伺候你的贝勒爷去吧 老爷 老爷 现在外面 大街小巷都在议论铁路的事 老百姓把这个铁路 都说神了 你说真的能问呀 那当然啊 洋玩意儿 还是有洋玩意儿的好处 我看这次可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十三哥哥下山 老佛爷封他为铁路大臣 这可不是好孩子玩封的 是要动真格的了 你看呢 我为什么写这个新字啊 我就是担心啊 十三哥哥他是不会放掉我的 这一次要我留街 就是示范哪 你看 太后也没帮我求情啊 我担心哪一天又有什么毛病 给十三哥哥逮到 你说怎么办呢 担心呢 这个小丫头骗子要是得了痣 那好多人都得遭殃了 让他先这么闹着吧 他做的事情越多呢 就得罪的人越多 到时候 到时候就会有人出来对付他了 老爷说得对 锋芒太外露了 我就会收拾他 你是怎么搞的 我这坏习惯 老改不掉呢 老爷 我是担心 他要是得了痣了 第一个倒霉的 那就是您哪 所以我担心吗 我这心为什么老写不好呢 是 哥哥 这么晚了 咱回去吧 一会儿就走 我有点饿了 帮我去看看 有什么吃的 行 你这拿的什么呀 我刚才从门房来 说有人送给哥哥的 我就给带进来了